我房间里出现了一个怪人 他不让我出去 这款游戏居然没人玩哦 哎呀 为什么有火烧金属会变成蘑菇啊 这是哪门子银河的生存游戏啊 当你网购时 会翻到很后面 看无人问津的商品和店铺吗 当你在网上搜索时 你会翻看20页以后的内容吗 我想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没必要 也没耐心看那么后面的内容 找游戏也一样 我们更倾向于玩人多且评价不错的游戏 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偏要玩那些没有人在玩的游戏呢 那么我们需要翻到第326页 才能看到当前游玩人数为0的游戏 而此时已经是第1300025款游戏了 这个网站当前收录的Steam游戏 共有61610款 换言之 当前0人在玩的游戏达48586款 占比约80% 优识奥巴法则 听起来很残酷不是吗 更残酷的是 这仅仅是电脑游戏里的 其中一个平台的数据罢了 算上所有设备的所有游戏 凌人在玩的游戏 恐怕20万起步吧 而本期 阿伯化身为淘金客 打算从中的 找到多款有趣欢乐的游戏 今天是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天 这是我租的房子 简直就是打工人下班以后洗涤疲惫心灵的天 嗯 该死的苍蝇 你玷污了我的天堂 70年设计游戏的经验 注定了这一季 弹无虚发 操枕都砸 太软了 砸不动 给我死 当他面对一个沉着冷静的男人时 他的飞行轨迹 也逐渐慌乱了起来 暴露了破绽 就是现在 帮房东消灭了一大隐患啊 我想我很快就能听到 减房租的好消息了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人情有你 世界都美丽 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 我要早点到公司 给老板一个好印象啊 又是该死的苍蝇 吵得让人难以工作 是 是 诶 成功学说过 当遇到问题 不要先问老板 而是自己尝试着解决 这种人 才是老板欣赏的人才 而我 恰恰就是这种人才 下一款 预算一万亿的游戏 游戏还推出了4K超清版本 一定是我的设备太低级 才无法加载出原作精美的建模 一定是我的耳机太低级 才会让我把原作国际交响乐团 随便的配语 误听成了一个 雕毛 的口机 路上有车测翻了 千万别凑上去啊 这种体量的大制作 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都是策划 故意而为之的考验 哦 这堪比真人的脸部建模 雕打了 跨不下去 制作人 为什么要一个人 用三次元的照片 当脸 另外一个人的脸 随便画画 就算让你不懂游戏的奶奶玩 也会觉得违和的吧 哦 是沸腾的枪战环节 我的肾上腺素 已经激称起来了 多半评分4.0 没了再高了 下一款游戏 标榜着开放世界 但地图活动范围 比体育馆还小 哦 原来这边界 是可以穿过去了 what 是祖兰维根 难道这个世界 不是真实的世界 我刚才是不是 见过你了呀 奇怪 这里的好奇怪哦 难道他们不像我一样 是正常人 哦 原来我连人都不是 金轮 这辆车好奇怪哦 在停车位上猛踩油门 多半是有大病 可我没想到 作者这是故意而为之的 利用一个有大病的车 吸引我这个有大病的人 进入了另一个 有大病的世界 像一个有大病的人 在开车 哎 你怎么在逆行啊 不要命啦 突然我来到了一个贴图 制成的山洞门口 这个隐藏任务就完成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作者 想表达什么 下一款大制作 没错 盯着屏幕发呆 就是这款游戏的独特玩法 精彩 而这样的创意艺术品 只卖6元 下一款游戏 家里团进了一位相扑大力士 堵住门不让我出去 哎那如果我偏要出去呢 得遇上变态了 断子绝孙 三千 一定还有什么道具 能够帮助我逃出去 这怎么成恐怖游戏啦 我们还是研究篮球吧 通过某些奇怪的手段 我得到了一颗 开过光的篮球 顺利过了大力士 解锁了十多个结局中的 其中一个 好一款奇怪的游戏 接下来这款免费游戏 上架一年半以来 每个月 最高同时 在线人数是两个人 我猜 一个是作者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作者的朋友了 要是细分到看 每天的在线人数 那都是00000人在线 游戏的建模 画质光影 都属于及格品 以至于让我有些惊讶 这都没人玩 太奇怪了吧 很快 我意识到的问题所在啊 作者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精力有限 游戏囊括了三种玩法 车辆吃鸡 3D闯关 2.5D探索 每个玩法的建模啊 机制啊 数据都是不同的 相当于作者 同时做三款游戏 可惜的是呢 每种玩法的进度 可能才完成了20% 更别提追求游戏性了 最惊艳的3D闯关 说是恐怖风格 连声音都没有 怎么恐怖起来 啊 这个游戏 一看就是风平浪静 小几个 主角是个机武力哦 上个楼梯都能摔倒 但在我这种高玩的手中 再机武力的人 我都能整成生法怪了啊 我都能整成生法怪了啊 从这么远滚过来的落石 我都能中招吧 我直接躲旁边 是气流 是气流把我击倒的 哇这关有点东西哦 好难啊 本身就机武力了 时间线的还死 我懂了 这关考验玩家 敏捷的操作力 不能放弃 不能放弃 嗯 好像 这关好像考验的是脑子 下一款游戏 震撼我妈一整年 我们出海航行 试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船就被北海巨妖 一个大章鱼给劫走了 醒来后 我在一个荒岛上 拿着永远不会坏的工具求生 游戏名字叫365天 似乎说玩家要在野外 艰苦求生365天 游戏生存难度 比我小学春游的时候都简单 哪怕是打一只蜗牛 你都能收获五块大肉 杀一头牛 也不过如此 逃生难度 更是不如背英语单词 就我又花了一个小时就逃出去了 哇 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 继续我的冒险之梦 试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船就被北海巨妖 一个大章鱼给劫走了 醒来后 我在一个荒岛上 等等 难怪游戏叫365天 这是什么神经病设计出来的玩法呀 到了总结时间 阿贝聊聊为何这些游戏会凉凉 第一个原因 无法快速让玩家觉得好玩 究其本质呢 是很多作者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生产自己认为好的东西 而不考虑玩家喜欢什么游戏 缺乏市场营销的观念 第二个原因 游戏上线初击呢 无法解决玩家提出的问题 我发现啊 某些游戏上线初击 有30到100个玩家体验 但玩家发现游戏 弊病不少 且作者无能力解决 结果显而易见嘛 游玩人数断崖式下跌 游戏爆死了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还不是因为游戏作者不够努力 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 简单粗暴的观点啊 我想你听说过 恶霸定律 诸如20%的人 占据80%的财富 游戏也逃不开恶霸定律 总有80%的游戏 是当前无人游玩的 接受生活的真相 并积极面对 我看到了不少 游戏作者的作品介绍 都充满了乐观精神 比如有的作者说 我的作品 只是用来证明我的编程能力 还有作者自嘲说 我的作品 哪是一坨屎 是我做出来 用来黑色幽默跟搞笑的 所以我如果你喜欢这期CP 不妨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能关注阿贝 那就更好了 我们评论区见